针对美国25家军火商组团窜台 与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防务论坛 并声称美国防企业愿参与台防务自主计划 提升台威慑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遭殃的是广大台湾同胞 美方对台授武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近期美台不断加大军事勾连 美国25家军火商组团窜台 与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防务论坛 再次表明美方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遭殃的是广大台湾同胞 毛宁指出就在论坛举办地附近 台湾各界各团体的代表高呼口号 抗议战争贩子兜售战争 反对以美谋独引狼入室 劝阻台湾青年不上战场 呼吁两岸一中台海和平 民进党当局应当认真听一听 台湾同胞的呼声 立即停止为一己私利 出卖台湾同胞根本利益 发言人强调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往来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的措施 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